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一些单身的男女的日子 现在来说很多东西都加一个节字 加了这个节就变成了附加了商业价值 经济社会来说无可口非 因为大家都要找饭吃 所以在节日里面来说 大家都喜欢买点东西 吃点东西 开开心心 中国和外国在传颂上都会有很多节日 好像中国那样 其实中国的节日里面来说 是包含了最重要的一个儒家思想 就是孝道 在过时过节 大时大节里面来说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都叫做团圆 因为这两年是疫情 同时间很多年轻人就另辟溪径去欧洲发展 我们现在在香港过时过节团圆 我们都是靠这个视像 或者要多谢一些postman 或者做物流的人 把一些礼品大家寄来寄去 亦都是另一种享受团圆的一种方式 为何今天会讲这件事呢 因为近日都年尾了 刚刚来说 已经过了重秋 理论上是深秋 不过今天都24-5度 人身治癌的年份来说 都是较凉一点的 所以今年来说 上星期都已经有19度 最低好像去到19度 这一阵良意呢 加一个字来说 叫做凄凉 大家因为见到这几年疫情 世界就比较波动 讲得不好听是动荡 个个人都起床的时候 抹开眼睛 听到这个神早新闻的时候 总是发觉有些不太好事的发生 刚刚上个星期就讲完这个 月染天王星 星期二那天 香港都很不幸 都有几宗车祸 亦都有一些建筑地盘出了事 有些事我们经常都讲 信与不信之间 好了 在近年尾 年尾来说 大家都会多了些活动 我们这个导堂来说 都会陆续在年尾都会有些祈福的活动 已经海外的善讯和香港的善讯 他们都有发信息给我们 关于点灯和祈福 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底 就开始陆续都看客户批榴莲 有些有需要的时候来说 就会祈白虎杀 因为有时有些客户都说我挺搞笑的 为什么呢 我经常都有老母出现 记忆力就差了 因为去年就因为 刚刚最近一个客户上来 去年忘记了提他点灯 怎知道给他 给他说 哎呀你别搞笑啊师傅 你这样我也不记得 所以来说他提醒了我 我已经开了一个名单 也已经有善讯陆续流明了 还有如果在天元观点开灯的善讯 怎么可以复灯期复灯的话 那可以跟师兄的联络也可以 和我联络也可以 那详细的情况 可能在12月初的时候才会公布 跟往年一样 那我经常都会讲到就是说 要在接近农历新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感染到一个迎新春的气氛 那我才会陆续讲一下地母经 讲一下大家的新潮 或者在来年的注意 一些风水等等 那希望大家 来年都会过一个好一点的年 那我经常都会说 年年难过 年年过 那未来的一年来说 都是甚具挑战的 那希望大家就留意一下我 或者有些 来年的一些 预测 或者在地母经啊 地母约啊 那春牛图的解构 那话说话 其实都这两年 讲这个 通性上面的 这个地母经的东西呢 都讲得都相当之不错 那也都很多东西很吻合 那我们很少用总成去讲 那其实因为为什么呢 是属于一种寓言 那但是寓言来说呢 是属于一个隧像 那隧像是否一定会发生的呢 那隧像来说 亦都是一个归纳法 亦都是一个统计 那但是地母经来说 六十年呢 亦都会转一转的 那但是里面当中来说 所讲的语句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回审时度势 和整个环球的环境 甚至乎是中国的环境 去推断解释 或者用一个逻辑的思考呢 是真是百分之九十几 很准确 比如好像有一年就是说呢 很多人走啦 那就离开啦 那就是很多人移民啦 那刚刚也听完一个节目呢 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来说 申请移民的一个 应该就是那个数字来说呢 比去年是多了一百零六个百分比 那大家来说呢 都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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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希望呢 去外地呢 去外地呢 尋求一个新的发展 新的路 那这样 那没有啦 嗯 闫话 玄学闫话 那说完呢 就人心 人心感悟啊 有解 那大家呢 就 都很喜欢有解 那其实有解呢 其实呢 我自己有点是 是插入了一些 善话善语 那其中有 多少都是有 自己的 嗯 一些思维 和一些经验的 文字下去的 那这样 那希望大家呢 就听完有解之后来说呢 叮 那有所感 人 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总会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或者也都会遇到 很多不公平的事 会有很多的失落 或者有很多的羡慕 你羡慕我啦 我又羡慕你啦 你羡慕我的自由 我又羡慕你的约束 你羡慕我的车 但是我又羡慕你 一间靓的房 靓的屋 你羡慕我 自由自在地中工作 我又羡慕你 每日都有休闲的时间去休息 好了 如果 你要想到别人的尊敬你 你就必须要有 真才实学 有本事的人 站到哪一个地方 去到哪一个地方 都很受到欢迎 靠着你自己的才能 才德 吃的饭 是最金香的 生活 其实就是这样的啦 要付出 但要记住 不一定有回报 有期望 但不一定全部都可以实现 有双手 但不一定能够懂得 有拥有的 不一定就要珍惜 原来 原去 原尽 原灭 所以 有些事 我们可以认真 但不需要计计 那么多 但我们的心 要轻松的话 而且要常常保持轻松的心态 那条路 才会走得很顺畅 好了 跟大家谈完 之后来说 我就会 看一看第一张 PowerPoint 第一张PowerPoint 其实 那个图 大家在网络上都会找到 因为我很喜欢 找一些 发掘一些材料 然后 希望大家做好一个 一个主题 那么 我亦都 很多书在这里 有些线索上来 看到有很多书 把刀都乱了大龙 有时是揭一下书 看看 好了 原来 在很早的时间 在 我们说的 应该是 八九年 的时候来说 就是东欧解体 整个柏林围墙倒塌 如果现在来说 是四五十岁的人来说 看到当时的 电视的画面 其实都会有一些震撼的 因为来说 就是说 这个 东西德的柏林围墙 倒塌的时候 意味着整个欧洲来说 就是释放了自由 那 乌克兰 其实是其中一个 欧洲东部的国家 那 乌克兰 在今年来说 受到俄罗斯的炮军入侵 大家都替它不值的 站在公义的立场里面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 我们都要 撑一撑 这个乌克兰 保住自己的国土 原来我呢 就 找到一些资料 和一本书 就讲述了这个 乌克兰呢 是其中呢 一个叫做 特里波耶文明的 那我试试读一读 究竟这个 字用英文读 还是用乌克兰语读呢 他是读到这个 就是 太比利利安 culture 那么 中文也就是 特里波耶 或者特里波里 都有的 那 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讲一讲 原来呢 发现了在 在资料的记载呢 就说 他们有 七千年的历史 哇 七千年的历史 似乎好像 比我们中国的信史文化 都会更加早 那么 我们在中国的 历史里面来讲 就分开 就是这个 史前时代 那么 跟着 有史前史 跟着 之后呢 就去到 信史的时代 跟着才慢慢 会进入到 有文字的记载 都是讲的 好像都是 我们经常都 在口中里讲 五千年的 中国文化 那么 但是他说 七千多年 那我就 为了这个七千多年的记载呢 我就有点点兴趣 为什么呢 原来他说 在十九世纪的末期里面 有些考古学家 在基库 大家都知道来讲 乌克兰的首都 应该就是基库 那么 他们当时呢 也都是叫做基库州 就是译州 等于好像美国州 中国的散 那样 就是一个Stay 那样 那我们中国就叫散 那在基库州的附近里面呢 特里波耶呢 那 发掘到一些 古代文明的一个位置 那在这里发掘出来的一个 这个 这个出来的 出土的文物呢 是称为叫做 特里波里耶的文明 那 但是 令到人呢 很惊奇的 其实令到 不是乌克兰人很惊奇的 是为什麽呢 他发现了原来呢 有一些图案 和一些出土的文物里面来说呢 有一些艺术性的一些图腾 或者一些符号 那样的 就出现了其中呢 令到中国人呢 是感到非常之感兴趣的 就是出现了一个太极图 和出现了一个万字符 那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腾来说呢 的确是十分之相似的 那我们在想着 就是说 在这个乌克兰 那麽早的文化里面 为什麽会有这两个图腾出现呢 那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万字符来说呢 其实呢 是佛家的一个logo 那太极图 亦都是道教的一个logo 那大家都知道 太极图象征了造教呢 其实就是源于中国的 那万字符来说 就是等于佛家 那如果大家去到一些 比较大的寺庙里面来说呢 都会见到这个万字符 那都黑了在很多难河 或者在那个 在这个 寺庙的一个 上方顶端都有的 那呢 而且万字符呢 有个根据呢 那些都是说呢 就是源于这个印度 佛教来说 就是由印度呢 就传入来中国的 那在过往的 中国的 史前的文化里面呢 都曾经出现过 这一个符号 但是这两个符号呢 就是说 在七千年前来说呢 是因为 文化交流 而传到东欧呢 那就是要问一问 那些历史学家了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 真的会出现到这两个图案呢 就是因为传播的途径 而去到这个乌克兰呢 那也都是不是究竟 会不会是本身 是乌克兰的一个 史前文化里面的一些 一些图腾 和一些象征呢 那但是我们在那里想 那有这两个这样的图案出现呢 但是联想起呢 就是俄乌的一个战争 那其实大家都在那里想一下 俄乌的战争呢 好像一路都交着状态呢 那我曾经都在这个 就是用奇门顿甲起 那就是说大致七至八个月呢 会停一停 那也都是好像 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 有兴趣地再听这个俄乌战争 那上星期好像比较 有点触目一点 好像俄罗斯的舰队给无人机呢 就炸毁的时间呢 突然间呢 会看一看 那这两个图腾出现的时候呢 如果根据来说呢 资料的描述呢 就是说呢 在图器上面的 那而且很光滑呢 质地呢 就很薄 那有黑白色 有红色 还有这个 栗色 就是栗子那样的色 那有些历史学家 或者天文学家呢 会觉得是一种 宇宙的符号 那这样 哇 这些真的牵涉到 有一些神秘学的意味 但在艺术上表现来说呢 就是说 有些认为呢 就是说 它好像一些跳舞者那样 也都说好像有一些音乐感那样 有连贯性的 有韩味 有节奏 有动感 那也都充满了一个天文的色彩 甚至乎来说呢 就是说 是一个宇宙的动能 和一个沟通的符号来的 那我们在那里 用完学的角度去想呢 那 那为什么乌克兰都还守得住呢 那 那其实可能就是一个 这样的万字的符号 和这个太極的符号 其中的一种理念 那这种理念来说呢 可以说来说 就是说一种修行人的一种理念 而修行人的理念来说呢 这个宇宙能很强大的时候来说呢 你攻都未必会攻得入的 那 佛道来说呢 他们有不同的学说 那我们来说 就 不是说很深入去了解 只不过来说呢 就是说 看到这两个图腾呢 联想到 就是说 乌克兰这个战役来说呢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万字符 和这个八卦 这个符号 产生了一种能量 一种意念 同时间来说呢 就是说一种正念 正信 正知 而令到乌克兰来说呢 都能够在那守住他们本身的一个僵徒 好了 我们讲一讲 太極徒 那因为太極徒来说呢 在中国最早出现 就是这个逆转的系辞 那太極的含义来说呢 历代都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解释呢 那有穷尽 本质 根源 和释放信息 因为太極有两条鱼 不断地在那里游 那也都是代表了呢 一转的时候来说 可以转到很多东西出来的 那我们称为来说呢 就是一个宇宙的能量 混沌初开的之前 都已经会游 那好了 在这个理念上面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这个俄罗斯 他真的要攻乌克兰 可能呢 就要在 这个太極和万智乎上面 要想一想 那当然啦 可能乌克兰人呢 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秘密的武器来的 我们叫做 就是意念上的一个秘密武器 而令到来说呢 那他们今次在这场仗上面来说呢 是能够呢 保得住先 那好了 太极图 那大家都真的很熟悉啦 但是来说呢 在我们古代的太极图呢 就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 有看液学的话呢 那图来说呢 在很多不同的年代呢 有不同的一些图像来的 那在《易经》里面呢 就讲四象啦 里面来说有两个源图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八卦符号 但在中国仰兆文化里面来说呢 都好像说曾经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图 那是半波人面的愚文 那分开四份 那有些人呢 就将它加注下去 这个就会不会是 早期的一个太极的一个意念呢 那我们都不敢说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万智乎号》 那《万智乎号》呢 如果大家会看一看 是正反两边的 《万智乎号》呢 正面来说呢 其实就是这个佛教的吉祥物来的 那代表了 《万德庄严》 《善德永全》 那如果在这个 这个乌克兰的 法国文明的图子里面出现 这个图腾呢 那他们可能呢 就是会有一种 不同的一种想法 那因为为什么呢 在这个《万智乎》里面呢 《万智乎号号》里面呢 古老的西藏呢 是象征就是什么呢 永恒的光明和生命堅堂 好像金刚不坏那样,永不毁灭 而且这个是属于佛家的信仰 万智乎亦上升了佛陀的慈悲和智慧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 在乌克兰受到太极和万智乎的文化和能量 令他们达到自己守护疆土的目的 反过来说,万智乎一旦反过来 大家会发觉到,其实就是希特拉当时所用的符号 原来万智乎正扁是代表正信、正念、正道 原来一旦反过来说,原来是代表了魔 而且万智乎出现了不同的时间 又出现了不同的一个角度出现 而且万智乎来说,大家会看一下 如果把万智乎去旁边退除了那几支支之后 其实是一个十字架来的 因为古代来说,其实在马亚文化 克里特文化、基督信仰和拜占庭的文化里面 俄罗斯拉拉伯和苏格外尔兰都好 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符号出现 所以万智乎来说,在历代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种 演绎或者附加一种不同的意义 但万智乎来说,在现在来说 已经似乎来说,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一种文化 很多学者都在这个图上去做研究 但是我今天来说,就是说我发现到 刚刚就有一段是关于这个 就是乌克兰的一个叫做特里波耶的文明的文化 还有在这个基督州的一个位置里面 发现到几幅图腾出来 那我就觉得来说,就是说 这个,在乌克兰来说 就是用了这个太极和这个万智乎的意念 去守围了这个疆稿 那我相信他们在这一场仗上来说 是会赢回自己的疆土意外 也都会赢到世界人 世界所有人的一个赞众和信仰 因为见到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之努力的 这样去守护自己的土地 那我们是值得去敬仰的 好了,那说这个图腾文化 就说到这里为止了